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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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本来接平一周的账单是1040元 但是霸王餐折扣之后 只需付416个元 恭喜大家 一份刚出国的小龙虾摆在面前 正确的对待方法一定是 少说话 多吃虾 而吃虾的速度反映了 你对一道美食的痴迷 怕辣不要紧 白胖子来中和呀 吃多了怕重口 李宗盛来帮忙 总之 怎么样都让你吃到爽 老板 我今天开中啊 该不会只有露哈一种发动吧 挺像是不只个 我现在还在天中帮个发动 中帮 有几种啊 你敢了 哇呀 爷 等我说 一 二 三 四 五 五种条位啊 诶 贵个弄点的就是你哦 哦 给大家讲我们载蛋上 这种九种条位的 为四面冷血五种 诶 等于是那个载蛋上 有九种龙虾条位 只敢调比五种 放那个里面来 是刚刚 诶 刚刚不好诶 几多钱呢 呃 原价是799元 现在 现在我们搞发动 599元 都净发生的 现在还分了哈 随随便便都一两八块钱够 是是 挺好了 观众朋友们 不要799 不要799 只要599 这一大盆 五种 全部都可以吃到 对不对 对 诶 刚刚刚 我总是有点子的安德夫年了 放到一个没有点子福利 除了那么玩个过去东西 还有没有点子小油 诶 别像有个了 比如咱俩进了个八王餐 中间还有一点蛋 还等式的凤凯八王餐 至尊虾黄 除了有好吃的龙虾 还有一种牙绝赛 这就这样 哇 葛亮多总 你知道这是说什么吗 除了龙虾还有什么好吃 蛙 你不是南常人对不对 不是南常人 那你听得懂我说话吗 跟他们南常人接触多了 能听得懂一点 那你们点了 这桌点了什么蛙类的吗 有啊 什么 爱上鸡尾虾 就是牛蛙和鸡尾虾 就是牛蛙和鸡尾虾在一起的 对 大概在一起的 味道怎么样觉得 很厚鲜 那你们南常话就要学发 是吧 那可以啊 好 你们这桌吃了多少钱 我们人小吃了370块 待会继续好不好 加油 下去你们可以吃到600的 好 你们这桌呢 你家什么名字 我叫朵儿 哎呀 好温柔的名字 那你们这一桌都是朋友是不是 我们都是姐妹 都是连弄的吧 是 可是那么快 三对个孙时钟 连弄个巴王法耶 既然得一次 连弄个巴王法 那家我们里边当个巴王赞 是不是 可以的 再给一桌价钱 460万 等一下 赠举家的意见 好不好 就天国的电信我 我该该要 争取你们待会就能够打折 搞不好抽个免单 好不好 好 我们这个游戏特别好玩 来来来 一个人分一只 既然你们喜欢蛙 我们就至尊跳跳蛙 好不好 准备好了 预备 开始 谁跳得远 打嘎呀 谁跳得远 谁就算赢了 还掉头啊 还掉头啊 这这这怎么算呢 我赢了 那我在前面呢 我在前面呢 我在前面呢 我在前面 不得了 果然是连弹的巴王花 恭喜巴王花 好 你们这边也会有八折优惠 那你们这边会是免单 还是几折 要看你们的手机 好 来来来来 求点 拿个酒 多久多久 多久 多久 多久免单 好 来毛秋的免单浪办呢 别买免 你好妈耶 啊 毛秋的免单再走 她给我留个五耶 可以吧 等下再说 等下再说 免单 差不多 一折 怎么样 可以 来来来 恭喜你们 昨儿这一桌的账单是465元 但是霸王餐折扣之后 只需要付46块5 快去享受你们的折扣大餐吧 做一个农牙店 那么这个明明都能做是蛮多的 做了农牙还有什么 做了农牙我们还有一些早餐 那还有一些早餐 但是小雅的顺便都要有 比如我们这里做的这个 叫做牛娃 他很搞牛娃 对 这就是主要你的西大北都可以搞 我们有好多是随着牛边那些东西 就讲大北都可以放进去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给它顺带飞牛 顺带飞牛 对 可是顺顺子搞 里面有些西红柿啊 一直讲啊 相当代味 那还有一些就是田螺山牛 田螺不辣的都有 但是背后 煮白也好复杂 首先呢 现在煮了这个牛角 来到五岁了 然后呢 再跟一些大北的东西 搅在一起 帮它消费一点 旁边是萝卜吧 不是 旁边是炉的 各种煮的 对 对 因为炉的比较稀 哦 就更入味更好夹 对 他妈有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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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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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熊 他妈有熊 你也有熊 对 你也有熊 你也有熊 你也会在外卖 我们在外卖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一路 而且外卖 特别是老天 外卖的可能性 也比老是更好 那老天是这个 羊子盖的地方 对 西上渔停 还是东 老啊 东上渔停 只要我煮两个 只要我煮两个 一家就在出山里 出山路那边 就更爽 你那边 那还一家就在那边 哦 反正想家 弄得正正 包包的长包 对对对 是不是 那么我们脸子继续的观众朋友 如果能够想家 又想大家 就在右边 现在这个垃圾熊 请关注地保大家 公众文字号 输入关键字 至尊虾黄 说不定就可以收获 一份优惠套餐 至尊虾黄 至尊虾黄 姓天盖状 就盖着了联斗 联斗我家父母 没有给我付了 但是如果哪个不小的 可以盖 我就必须给大家盖 哪个才可以盖 插过轮 比方说 我们南庄的名姓 等着 有一次却就转到 给盖子了 下午你又还说 哎呀 给盖个轮啊 真的是缺三毛有盖 你看老板嘛 全南庄室 只盖过两个 至尊虾黄 一盖就在中山里 比个羊子盖上 另外一盖 就是给个联系路上 比卡索发源门友 大家记得个个地址 诶 信天盖状 幼费也在别多 但是大家如果抢得了 我们要翻名言 我们还有幼费套战 送给所有个粉丝 千万不要走过 好 休想我们进入广告 广告只有更多精彩理论 马上回来 广告只有更精彩 欢迎大家回来 这点的一刀 就是女杰子喜欢的机器 因为这点的一刀 是有爽盖 哎呀 就有各种的这个衣服 真的会感发感觉 简体实际的 女杰子 要喜欢各种买买买个接着 一定要选择 现在流行性的东西 买了以后 又弄弄弄弄弄弄弄 对不对 所以就千万不要走过 体保当大个美丽各种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丽课堂 我是琪琪 我是安生 那我们本周呢 是给大家打造这种 睡衣外穿的感觉 对 经过前两期的改造 琪琪终于发现一点 就是睡衣外穿 可以很甜美 可以很性感 对不对 关键是看您挑中的款式 以及适合自己的款式 对 那我们今天又要有不同的感觉吗 那肯定啦 因为肯定我们要区别于 我们前两期的这种风格 那所以说 我们今天挑了这种风格 我们暂时先保密 安生老师 对于今天衣服的选择 已经心里有了大概 可是 适不适合今天的模特呢 三姐你好 好 今年多大年纪 我今年40了 40岁 然后喜欢穿什么类型的衣服 简单 大方一点 有时候也会穿一点休闲的 舒适的 对不对 对 我看今天穿的这个裙子 就看起来就特别舒服的感觉 是吧 姐姐您平时买对买衣服 有没有什么要求 一般来说我会喜欢修身一点的 女人一点的衣服 女人一点的也可以 对 今天应该符合你的主题吧 应该可以凸显有那么一点点 女人的元素在里面 张女士是一名瑜伽老师 舒适休闲的穿着 是她平常的最爱 说起今天要挑选的服饰 安森老师仍然在卖关子 那行 先不着急告诉大家 逛逛再说 原来安森老师要推荐大家的搭配是这一套 虽然是普通的T恤搭配一条普通的牛仔短裤 但是外面这层薄纱却起到了点睛之敌 上身效果如何呢 安森老师今天选的这身衣服有一些特色 因为它里面是又有裤子又有衣服 还得披一条裙子 是 其实今天这件衣服是有三件 那我们是里面是一件白色T恤加一件牛仔短裤 那本身的这两件的衣服在一起呢 给人感觉是很运动很休闲的 那今天我披上一件小外套呢 给人感觉看下去会有那么一点点小仙气在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小仙女儿的感觉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张姐姐的变装效果 来张姐姐 张姐姐我们站中间 你自己觉得这身衣服还可以吗 挺好的 挺好的 你会不会觉得这外面这层纱有点雷 这有点多余 偶尔尝试一下还是挺好的 很多人可能会想这层纱其实起不到任何效果 既不防晒又不遮盖坠肉 可是这一层薄纱却像是一件饰品一样 让整套衣服得到了升华 其实这种纱装的配搭式 会给人感觉制造这种视觉上 有一种这种飘逸的效果 特别是现在这种天热 如果说比如说你去逛街也好 或者你出去去海边旅游也好 类似这样的混搭 其实给人感觉看下去非常非常凉快 非常适合当下这种季节 那本身这种衣服给人感觉 里面的衣服本来是比较偏向这种运动休闲的 但披上这件小纱裙之后 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性感 这种元素在里面 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一点 比较甜美风格 会更多一些 就是加上这层纱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单穿T恤牛仔裤就很普通 但是配上这层薄纱 感觉就不一样了 而类似这样的搭配 除了这样搭配之外 还可以任意组合 比如像我刚刚所讲 如果说出去玩去海边玩 如果穿比基金外面PX 会给人感觉更性感 第二呢 如果说你去穿加一些这种 闺蜜之间小聚会 里面穿一些这种比较素色的这种 比如说套装 或者素色一点的 紧身一点的 我们再去配这种小小的这种纱裙 给人感觉看下去 会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好 继续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是要精彩继续 广告是要精彩继续 应该有高雄撒剧有台人 信仰我们的金山夫剧 找到了一个高雄 这到底是哪个有些的本事 我们再去看看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一位陶艺大师 就是我身旁的这位李健师傅 说到陶艺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陶艺的制作方法 到底是有哪一些呢 我们陶艺制作呢 主要是有几种成型方式 比如说拉披成型 还有泥条盘柱 还有泥板成型 还有捏雕 这些呢我们都做现在 都在做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 如果是不太懂这个 不入门的人 可能对于这个陶艺来说 最可能了解最多的就是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种 就是现在呢 有很多人都在做 这样的一个体验 这种是叫做什么 这叫做拉披体验 拉披体验 陶艺拉披 它是陶艺这个制作成型的 其中的一种方式之一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尝试一下 这个拉披做陶艺好不好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好 现在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呢 都已经就绪了 现在李老师 能不能告诉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陶艺拉披体验 来体验做一个小的杯子 杯子是吧 杯子也算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开始吧 也叫开口 开口 对 这个需要拉长一些 慢慢拉长 拉长什么拉长 这样 这个感觉和我们平常在电视里面看到的 还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感觉它 其实这个 叫白瓷泥 对 这个白瓷泥还是比较硬的 然后 它慢慢拉了以后 水分 因为你要不停的沾水 对 它慢慢就会冲暖进去 对 正心已经歪掉了 一个杯子 眼看都要变成竹子了 看来这做陶艺还是得有天赋啊 一旁的李健都看不下去了 及时阻止了卢异的自由发挥 它这个皮也太浅了吧 所以说你的手要伸进去 现在就感觉像个杯子了 对 手不要放得太厉害了 来看一下我的陶瓷处女座 创意茶杯 对不对 李老师来评价一下怎么样 整体来说你的外形其实做的还好吧 你出来杯子的样子 对对形状已经出来了 但是就是你刚才在做体验的时候 你可能手有点不太稳 不太稳的时候呢 那个尾巴就可能歪掉了 看过了不忍直视的陶瓷作品 接下来赶紧见识一下大师的水平吧 您瞧 立劈 开口 一气合成 没过多久 一个漂亮的杯子就初见初行了 这差距还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偷偷告诉大家 拉劈还不是李健最拿手的 他最厉害的手艺要数柴烧陶瓷 让我们解释一下柴烧到底是什么呀 其实柴烧也是制炒 制炒里面的一种工艺 它是一种古法的一个制词的一种技术 那么在最早没有这个电啊 没有这个燃气的时候烧制的方式呢 都是用柴火烧的 柴烧其实就是用柴火来烧 对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其实在我身后的这些呢 都是我们李健老师的一些柴烧的作品 那来看一下这幅吧 这个这个看起来很有特色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这块是很不错的 那个这是一块柴烧的泥板 柴柴泥板 为什么呢 柴柴 对 所以这上面有大家可以注意看 这上面有一颗什么呢 有一颗白菜 白菜的一个叶子 白菜呢在中文的协议叫百柴 百柴 求百柴 就是有个这样的寓意 对就是有一个寓意的 那么首先这个泥板是很简单 那我们采取的一种技术 是叫做撕边技巧 就是直接保持它那种天然 那种质朴的那种感觉 纹理 包括这个叶子也是自然的印上去的 那么再看一下它的柚面 因为柴烧呢 它是要经过柴火 直接在窑里面烧 它是怎么样的 是不上柚的 要烧四天四夜 所以当那个木头都烧成灰烬以后呢 它附着在这个泥板上面 然后最后融化 就附着上面 形成了一层草木灰柚 注意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像扇鱼皮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叫做扇黄柚 只有真正的柴烧上面 它才会有这种纹理 它都是纯天然的 纯天然是 没有化工具 柴烧不仅讲究 而且通过柴烧制成的器具 也比一般陶瓷器具 更具有保健功效 因为柴烧是经过了这个 一千三百度的高温烧制 是用木材 直接在窑炉里面烧 所以说这个火和这个气物呢 和陶土呢 是直接接触的 它是不用霞博装的 那么经过一千三百度高温烧制呢 那个这个器皿里面呢 含有这个大量的远红外线 这个远红外线呢 其实是对人体有好处的 叫远红外线 对远红外线 也就是说 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种小茶杯 对 对吧 它就是柴烧制成的 它是柴烧制成的 还有包括这一瓦茶壶 它都是柴烧制成的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茶壶 它这个柴烧里以后呢 它用它来喝茶呢 它在远红外线的人体 是有保健作用的 很好 而且我们这个杯子的 包括我们自己做的文化产品 全都是手工制作的 可以看到这个杯的连接处 有手工的痕迹 在上面 还有这个里面的这个烧制的效果 就是说 它的这个保健功效 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这种 化工制成的这种 是 是没有办法接待的 对 没办法接待的 因为瓷器它面上有一层钥 有一层这个很光滑的钥 那么它能保证 你的保存的东西不变质 喝的水的味道不变化 对吧 那柴烧不一样了 柴烧它有很多这个 远红外线的东西 会渗透到水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水放在里面喝 我经常都喝 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不管是喝茶还是饮水 青山富山就个里坚 有个人年纪不大 但是小双功夫留得了 有种彩色的方法 据说是从古代 一江里转到现在的色道方式 电视机间个人 如果对国有关心就 要个月找到里坚老师 好上次告慮告慮 好 今天的节目 有点大家再见了 下面不要问的 都时间从目前视频来站 明天我们点本 比保动的 天静在 下次再见大家 拜拜 我们今天到底来到的是 哪个社区呢 赵家长社区 哇 看到没有 大拇指都翘出来了 声文章